嗨 大家好 我是喜恩 歡迎收看今天的音樂小技巧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找到對的共鳴 在剛起床的時候 其實起床的這個時間呢 真的非常關鍵 通常起床的時候聲音會像這樣 欸 什麼事情 什麼 或什麼 特別是我現在在這麼冷的地方 哇 很需要 每天早上起來都要暖早一下 不然早上一整天就感覺好像聲音都沒有起床一樣 最安全 最方便的暖嗓方式呢 就是用humming的方式 我自己用的humming的方式呢 有兩種 第一種呢 就是 當你吞口水 在吞口水的瞬間呢 你的嘴巴裡面是沒有空間的 沒有空間呢 就不會有空氣 所以當你在吞口水的瞬間 你的共鳴位子會在這邊 鼻子 鼻腔的後面 吞口水之後再做 吞口水之後再做 它可以幫助你讓你的共鳴稍微上去一點點 另外一個方式呢就是 像打哈欠一樣 吞 你的舌頭後面 舌根的部分 跟你軟垃上面 就是 血優水的地方 小舌的地方 是打開的 這兩種哈欠的方式呢 我平常早上起來都會使用 有時候覺得 聲音很難上去的時候 我就會吞口水 讓我的聲音呢 先 比較上面一點 夠你位子 所以聲音就比較不會 一直都是掉的聲音 這樣子講話 我對船哥 長時間來講 對的聲音 也不是很好 所以當你早上起來 你想要 在瞬間找到位子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 記得不要用力 也不要大聲 用小聲的方式 開始 可以嗎 這就是今天的小技巧 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 按個 讚 然後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好嗎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那最安全 然後最方便的分享方式 嗨大家好 我是喜恩 歡迎收看今天的